大家好,我是Dan 最近,IU公开了与蓬汤酸胆成员皮拍摄的新歌《罗伯云吉的海报》 但这首歌的名称引起了部分性手术者的批评 在论坛也有1300多条留言引起了热烈讨论 1月16号,IU的所属公司公开了蓬汤酸胆皮和IU面对面坐着的预告海报 这张海报公开后,新歌《罗伯云吉的名称》在性手术者社群中引发了争议 他们表示,罗伯云吉长期以来一直被作用性手术者游行和相关活动的口号 这个短语若被用在一般的异性恋情景中 可能会减弱或淡化其原本的含义和重要性 罗伯云吉是2015年6月26号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合法化同性婚姻时性手术者使用的一个标签 之后在201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同性恋夜店发生枪击事件时 也被用作支持手术群体的口号 从那以后,这个短语在世界各地的LGBT游行和相关活动中持续被使用 在海报公开的当天,Excel上出现了 不应该这样使用在压迫和启示现场高喊的口号 如果有想说的话,就用自己的语言表达 异性恋一直都是赢家 为什么要使用爱情胜利这个词等批评型反应 但也有许多网友指出 市场上已经存在多首同名的罗伯云吉歌曲 该短语通常被用来象征战胜仇恨和冤恨 强调普遍爱的力量作为一种常用的表达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是过得累人 这本来就不是一个新创或未使用过的短语 难道就因为AGBT运动中我们使用了 从现在起就只属于我们 异性恋者就不该使用吗 这是什么逻辑 罗伯云吉这个标语的意义和起源 是源于2015年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 AGBT社群在倾注的同时 引用这个词组来主张消除所有启示 呼吁社会成员之间互相尊重 明明是有着这种含义 现在却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排斥启示 太矛盾了 只因为一张照片中有男人和女人 就一定代表异性恋吗 接着也有这样的反应 就像Girls Can Do Anything Have Me Too 虽然是平凡的句子 但是有着特别的意义 这些词如果被男性使用 就会显得很荒谬一样 异性恋者使用罗伯云吉 也是同样荒谬的事情 我觉得这不是AGBT群体的人在搞事 而是阿余的黑粉们又在挑拨离间 创造争议 我们不要被他们给带风向了 对于阿余的新曲歌名 罗伯云吉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在韩剧MOVING 有一个丑云森和韩游主持 南山炸猪排的片段 因为MOVING的爆红 很多来韩国旅游的人 都会朝圣南山炸猪排 而昨天 一位人见人爱的人气网红 针对南山炸猪排上传了一个 去韩国绝对不推荐的一家餐厅 而受到了 一些人的关注 对于准备要去航母的人 非常有帮助 所以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看一下 不过这个人 怎么有点眼熟呢 啊 对